好,接著呢,我們來看一下 每一張每一張這樣播的話 我們可以先預覽看看 先做一個預覽 就是這樣 大概一秒鐘就換一張 這樣好像沒什麼感覺 我們先讓它停下來 那怎麼樣呢,讓照片 有一種轉場 的特效效果 我們可以看一下,比如說這裡 有一個叫亂數取得 我現在停在這一張 然後我點一下這一個 各位有沒有看到,多了一個 這個東西出來 這個東西出來之後呢,會有怎麼樣的樣子 來,我們再預覽看看 就有這樣的一個效果進來了 這轉場特效的效果 可是呢,其他張沒有這樣的效果 好,我們再把它停止下來 好,接著呢,我們希望 如果呢,最快速的方法 就是把每一張 來,我們用一個 全選的方法 Ctrl鍵壓住 然後碰一下A鍵 好,再一次 Ctrl鍵壓住 再碰一下A鍵 好,我們看了每一張 都被我們選起來 然後我們用的 亂數取得好了 你看呢,這個每一個呢 都有加上的一些記號 好,我們預覽看看 對不對 好,這樣的效果上呢 就比較不會那麼枯燥發味了 好,這樣效果上呢 就比較不會那麼枯燥發味了 好 對不對 好,那我們節省時間 不如需要每一張看完 好,我們先按停止好了 好,然後呢,我們這樣的效果 做出來的 我們呢 記住呢 做到一個 時間點呢 我們別忘了 做一個另存新檔的動作 這就是所謂的 原本稱的 叫做專案檔 好,我們放在哪裡 當然是放在我們的 作品區裡面 作品區裡面 對不對 好 好,專案檔 比如說 我就用01好了 01 好,這一個 好,後面的image 這個 這個呢 不要把它改掉 不要去動它 就前面的主檔名 就好了 按儲存 也就是儲存這個以後 下一次我們叫出來 方便日後的編輯 那真正的效果 是希望說 日 我們 能夠做一個廢出的動作 那廢到哪裡呢 要告訴電腦啊 好 比如說 我們希望廢的 一樣到作品區 好,一樣是01 01這一個 好 然後按呢 這個格式呢 我們剛剛選的嘛 VoV嘛 好,按儲存 好 那 如果家裡的電視機是16.9的 我們就點一下 好 好,按確定 好 沒關係,我們就按4 然後呢 它就開始呢 做一些呢 每一個場景的一個轉換 這邊可能要花一點點時間 因為我們的聲音 跟照片 可能 它的Mega數比較多 齁 所以呢 這邊 要稍微等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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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一張要稍微等 好 那我們就先不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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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